拥有杀神领域 是修罗神考核的第一项要求 唐晨留下来的这笔修罗魔剑 运恨他多年积蓄的修罗之力 有了他 你想改为继承修罗神奇 也并非不可能 不可能 原来是修罗神的力量 令我的杀神领域便已静化为修罗领域 修罗神的杀戮气息过于霸道 试图侵入我的魂母 这才引起海神力量的排斥 曾祖的心意 唐三感激 但眼下形势紧迫 我不能将所有人的希望 寄托在未知的修罗传承上 一切还是等我继承海神神气候 再行打算吧 前辈 在传承开始之前 我还想请问您一件事 海神之心呢 天使神现实对我展开追杀 海神大人的残念 为救我而牺牲 海神之心也因此破碎 不知道前辈可有办法修复 海神之心 非我等可以修复 但海神传承 需要以海神之心的能量为一 没有海神之心 恐怕你的传承过程 会凶险万分 传承一旦失败 你的结局只有死亡 我明白前辈的担忧 但继承海神神气 是我非做不可的事 否则世间 再无人可以与天使神抗昂 你这份执着 简直和你增速 一模一样 传承神气时 会有大量能量一处 让你的伙伴们过来帮助牺牲 保证仪式顺利尽兴 保证仪式顺利尽 庞三 你准备好了吗 海神大人 我终于能完成你交付的任务了 海神是掌控大海生灵的神 作为它的寄常人 你能不遗余力地保护这些子民吗 我能吗 海神是仍爱的带预人 你能让心中用心善悦 并保证将海神的力量 永远用于正义吗 我一定将海神的正义 带给人间 海神拥有统于海洋的力量 你能让神宫洒满大海 保证的子民 不是外敌侵扰吗 是 我一定会做到 海神的荣耀 将因你而行许 海神九可 第九可 海神传承 开始